大家好 政治揭露 出街那天應該是8月25日 我是凌晨6節目 8月24日剛剛過去了 首先第一件事 要先報告新聞 現在我看到 11點45分 整條的觀塘線 已經恢復正常服務 即是說 喪屍列車 送毛途回家 即是港鐵回復他們的 他們的一貫慣例 當然今天有很大的爭議 即是說 早上10點半宣佈 沒有列車了 有7個站 由彩虹 去到這個頸嶺 都是沒有車的 沒有車了一整天 去到晚上11點 開回來 那就送放學了 即是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過分 即是我覺得港鐵 這樣封站呢 減少一些暴徒去參加暴動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香港實在太亂了 這些暴徒 他們說 哎呀我們和平示威的權利 這樣 但是你說了和平示威的權利 我們 都看到一些鏡頭 就是他們 割 一些燈柱 每一條 有人跟我說 就二百三十萬 割了六條 就一千萬 可能是真的這麼貴的 因為他們都去 割完出來 還要破壞裡面的零件 即是你們說 你們和平示威的權利 拍一下 譚文豪這樣說 但現實就是 你們是帶著電鋸的 你們說你們沒有大台啊 和平示威啊 但最後你們是鋸電燈柱 你譚文豪是不是很糟糕呢 是不是 即是你們 對我們普通香港人 即是你們是完全沒有說服力的 你是普通香港人 如果港鐵不去服務你 那你們是普通示威 這樣好像很不對 但原來 你罵完港鐵之後呢 自己拿個電鋸 去燈柱 又扔磚 又押叉什麼都出了 即是說 黑金呢 斷裂了一個星期 十七十八號 沒事 二十五號 二十四號 又返來咯 是否很離譜呢 我覺得很離譜 即是 當然啦 今天我想要解釋 要說的話 我不說很多細碎 他們暴動的事情 因為他們暴動的時候 他們在觀塘走走走走走都是做事的啦 跟著就 去搞九龍灣 跟著呢 上德坡 當然有很多仆街收錢 不戴口罩的演員 扮街坊 指責警察 那些暴徒 就在這裏破壞 是吧 在這裏和警察講風防線 跟著你們說 你們 是什麼街坊 我覺得呢 都很夠撲的 他們扮街坊 走下去 甚至就 擋住 那些速龍小隊 又看到記者擋住那些速龍小隊 在德福裏面的對決 跟著呢 晚上就聽到 突然間去了深水埗 即是我覺得呢 這些的稀氣呢 是極其討厭的 即是現在你們 就在九龍灣玩 德福玩 跟著呢 就轉去殺黃大仙 那警察當然 見你搞黃大仙這個 這個紀律部隊宿舍 又很生氣 或者是 不是說生氣的 而是一定是重暴防 我不是很肯定 是不是說 他們因為黃大仙 失利之後呢 七八點 轉去黃大仙 嗯 都不是七八點的 好像是六七點之間 那 然後就轉去 深水埗 其實如果有很多細節的事情 我看無線新聞 是很受限的 但我覺得呢 又回來咯 又游擊咯 打鬥 是有激烈的打鬥 但是呢 是不是可以拿警察命的打鬥呢 我看來是沒有 警察呢 也有一定的黑制 那我看到很多演員啊 那些無線新聞 繼續很無恥地 訪問那些蟑螂 說你們很有權利啊 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們鋸燈署 原來你們要搭港鐵的權利就是 要集齊人去鋸燈署 是吧 那 好啦 是吧 即是無線新聞 你幫人去鋸燈署 一會兒拍到鋸燈署 那你鋸燈署 那你鋸燈署了 有些鋸燈署就沒用了 那但是可能 對那些蟑螂的市民來說呢 他們是無所謂的 這樣 那不說這一件 因為 說 他們怎樣暴亂 怎樣遊走 警察怎樣驅趕 警察沒有人死 那就算了 唉 都OK啦 算了 唉 我們很習慣 講這些細緒話是無用的 但是呢 你會看到呢 我今天呢 拍了一張照片 我就做了這個手勢 我希望呢 香港 我的聽眾 又或者是大陸的網友 希望我們呢 製造到一個風潮 就是這個手勢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香港的警察 和一些暴徒對抗的時候呢 在7月14號 我們無望714 7月14號 有暴徒 鑑操咬斷了 警察的手指 我希望呢 我們都 人家玩暗眼的時候 我們玩這個動作 為什麼你們這些暴徒 你們 將一宗 不知道兇手是什麼人的 的瞞眼事件 死煲半煲 玩文宣 那你死煲半煲 玩文宣呢 我說一宗 真真正正 有了醫療報告 有了事實證據 就是暴徒咬斷 警察手指 這件事呢 我們要 emphasize 我們要做這些姿勢 如果我覺得有名有姓的人 我很呼籲 梁振英 很呼籲 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每個人都做這個動作 如果有14億人 14億人都做這個動作 說我們 撐香港警察 我們 要對抗 那些暗眼共濟會式 經常說警察打盲 那個女生的眼 其實真假未知 他又不肯報警 但是 咬斷手指 沒得咬 是不是 有些人說我的手肥 其實我的手真的 真的有練過 不過 不是肥的 真的 但是 的確有點像雞腿 你笑我肥就肥 事實上 我不覺得真的只肥 我一向的手都是這樣 我的肩膀一向都是這樣 我練過 大哥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我肥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不要緊 我們說回 這隻手指的問題 大家 你們是 我覺得普通人 在香港 露養 拍張這樣的照片 有代價的 可能有很多人搞你 那些黃絲那些 你的朋友是黃絲 然後 你這麼囂張 我閉眼你這樣 可能有人搞你 你們想清楚 是不是加入這一個 對著 拍張自拍照的這個運動 真的在香港 的確是 很大的衝突 但是我覺得 有名有姓的人 一些政治有為分的人 又或者我是一個藝人 也都發出過一些 控訴 你們這些蟑螂的聲音的藝人 又或者任達華被人斬過 你家裡 真的 擱過 家裡是警察 我覺得這些明星都應該這樣做 自拍一下 去抵抗杜汶澤這些人渣 什麼徐天佑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黑仔 其中一張照片 我上一集 上一節就出了一個黑仔 這樣 他們都這樣閉眼 這些就是黃藝員 黃藝人 李佳琛回不了大陸 事後 回不了大陸 因為他又玩演眼 阿癡 鄭松泰 這些我們要知道 原來他是黃藝人 他是事後 他是美女也好 有人覺得他是美女 我都不敢否認別人 是美 但原來他 是支持暴徒 他 是卑污 的共濟會 光明會的人 光明會或者共濟會控制的 美帝控制的明星 這樣 我們就知道 我們知道心美 知道阮小儀 我知道密明師和 密明師和馮瑩瑩 還未確認 我還未見到他們 玩入閉眼罩 我再觀察 但那些呢 是絕不原諒的 我覺得大陸對這些 港獨明星 尤其是湘台 林海峰這些 真的不可以再容忍 暴動了兩個月 兩個多月 我坐的士 送老人家去看醫生 那些的士司機都開始 喊慘了 我記得兩個月前 那些被人洗腦的黃絲司機 還說 哎呀 現在都收了皮 真的都收了皮 真的覺得 我真的不見了兩三個 兩三四成人 就是收入啊 大哥 你搞什麼民主啊 為什麼搞民主要我這樣犧牲啊 初初撐一下你 燒下人包 沒有飯吃的 和你餐啊 啊 就是 搞機場 在機場裡面 打大陸人 你影響了十四億人 嚇到 全部 大部分都不來 黃江的車站 有八 那些大陸旅客說 有八成 的旅客已經失蹤了 在黃江 就是我們香港人要自救的了 大家要自救的了 沒得不自救 因為 他們那些蟑螂 你鋸燈柱了 你還說沒有大桌 是吧 就是哪個科水 有沒有買過電鋸啊 你鋸完燈柱 那下次就破壞些什麼啊 大哥 你去機場破壞 現在下禁制令 港鐵下禁制令 你們那些行為是 太過份了 接著有個 白癡的香港年輕人 八個 是吧 走上去西藏 扯什麼時代獨立 什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被人抓了 現在放回 那我覺得 你們是不是已經生命有個污點啊 你回到大陸 你見不見到中國崩潰啊 你叫什麼時代革命啊 光復香港啊 如果你 我覺得 我不管你 你說中共是不是暴政啊 你要說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不是 但是你真的覺得中共是暴政 那中共 如果用清朝去比喻 中共究竟是在一個康庸前盛世啊 還是在一個江水 寶怡 快來亡國的時勢裡面呢 你回到西藏 你說中共什麼壓迫都好啊 我想問 你見到中國是康庸前 還是江水寶怡啊 是亡國之兆啊 還是 掘起之中呢 如果你 你回到大陸 你還扯一些什麼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接著呢 人家不會廢了你把回鄉證 寬大對你 但是記錄了 再觀察 那你是不是一生的傳統已經落了一個污點呢 你這八個被人洗腦的八癡 大陸寬大啊 你扯一個什麼時代革命光復香港 是可以告你 告你 告你國安法啊 說你叛國啊 因為你理論上 你事實上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 的 的公民 你這樣說 時代革命光復香港 你真是說 共產黨統治的時候是黑暗 你要建立一個光 光明的政權 你在大陸是很嚴重的 年輕人 你回到大陸 如果你 不能夠看到中國崩潰論的荒謬的時候 你就不要回去就枉然了 那個鄭永傑 他叫雞一件事 有人爭論那張照片 上一集有人爭論那張照片是假的 不管了 其實我覺得很多事情 網上傳聞死說他假就是假的 或者幾年前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叫了雞叫了很多次呢 原來他被 嫖妓宿槍 被捕很多次呢 我也不知道 真的搞不清楚 因為那些全那些的人 說他是假的那張照片 我上次post 我出來 是證明不到的 證明不到的 證明不到是假的 但不要理 但他回到香港呢 是低調 不可以記者招待會 因為他高調 大陸發多些去嫖妓的照片 死了兩成 你們泛民以為撿到保 說大陸搞銅鑼灣事件 老立香港人的時候 原來那個 被人欺負那個呢 就是衰嫖妓 那陶君恒還說 哎呀 被嫖妓 羅君恒說 你自己叫開雞啦 你叫兇者 去新營國 是吧 湯蛇 是吧 你背妻行淫 你屠君恒 是吧 你出了名 去新發刀 不知道新發刀 是不是可能在玩周情 你不知道是不是和 和尹兆堅 和那個會計界的梁繼昌 吃了同一條水 玩同一條女 你去說 你去說 你們不會叫雞 你陶君恒 就是叫雞的人版啦 你貼著鄭雨石 一個泛民大水喉 你花生台 原來是 有一條泛民大水台射著你 就經常叫雞了 你整個台 是吧 就是由上到下去叫雞 你去替 一個經常叫雞的陶君恒 去 去想著要漂白 鄭永傑 我覺得真的 好笑 你老婆抱著陳若君哭的時候 都是說你叫雞 扑架 你陶君恒 很厚雲無恥 去替人去漂白 他真的不自量 不知醜 但無論怎樣也好 笑就笑夠了 我希望再一次重複 我希望 你 如果你受得住的 大家都 整張自拍照 做這件事 和蟑螂抗衡 當然啦 你覺得 我一蹬這樣 和蟑螂的關係太差 怕有人搞你 你受不住 那你不要做 但如果是沒有問題的 朋友 我們人人都 整張這樣的照片 表明 我們 是不會向蟑螂的 那些文宣妥協的 他們要死說 整盲眼嘛 我死說 咬斷手指 我可能每次做節目 我也做過這樣的姿勢 但是 我希望全中國 的人 都把這個訊息發開 大家都去支持香港警察 說香港警察被人咬斷手指 很慘 是那些暴徒咬的 14億人都這樣做 都是一個新聞 當然我沒有這個能量啦 但是大家一起 努力 去支持 好不好 今天說了這麼多 今天